大家好,我是柏婷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我的商业秘籍 怎样把自媒体的收入最大化 这一集我会讲我是怎么把我的部落格和YouTube上面的广告栏位 直接卖给有兴趣的商家的 要做一个好的自媒体 你就要提供有价值的内容 可是要做一个赚钱的自媒体 你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你还要懂得怎样把自己的影响力销售出去 这个岗屋也是来自于我的个人经验 有看过我其他video的人应该知道 我是做电动滑板自媒体的 而且还赚得不错 我本来也没有想的太多 可是当我在跟其他的部落客交流的时候 我才发现论起流量 我的网站跟其他部落客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 可是到底来讲 我的资讯站和我的YouTube还是算是有赚钱的 有看过我们的income report的人都知道 这归功于我们越过了Google AdSense 直接跟商家合作 请他们来到网站上面和来到YouTube上面导广告 你先想看 一个广告栏位最高 在我的网站上可以出租到一个月一千块美金 这是一个Google AdSense很难达到的数量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和我一样是做小众内容的 或者是立即市场的 那市场本来就不大 你就算你的网站 你的YouTube 你的部落客可以把整个市场都吃掉 都霸占掉 你的流量也不会高到惊人 那这样子通过Google AdSense来赚微薄的广告费 是不可能会赚得很多的 这时越过中介人直接去找商家合作 肯定会赚得更多 可是重点来了 我们要怎样找到肯给我们钱的商家呢? 这边我就有一套做法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要把广告位置租出去 第一步当然是要筛选适合的商家 这时候我会问我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什么商家的产品我可以卖出去? 第二个问题是 有什么产品值得介绍给我的读者? 那这两个问题的逻辑应该很容易明白嘛 如果你帮不了商家卖出去他们的产品 他们当然就不会继续和你合作 你就没有提供他们价值嘛 反之如果我们介绍了不好的产品给我们的读者 我们就会失去了读者对我们的信任 我们就会失去了我们的影响力 切记我们做自媒体的卖的呢 不只是我们的流量而是我们的影响力 失去了影响力我们就可以提早打烊了 就是因为读者对我们的信任度比对Google自动广告的信任度还要高 我们才能跟商家收比Google AdSense还要高的价钱嘛 对不对? 在赛选商家时我也会照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逻辑来思考 也就是说尽量找和我同样一个量级的商家来合作 比如说你是中小型美食部落格 那可口可乐幸福堂肯定是没有兴趣找你合作嘛 但是隔壁的那个特色咖啡厅可能就有兴趣找你合作 况且大公司通常都已经有一套他们设立出来跟KOL合作的方法 如果你fit不进去他们的合作的那个模型的话 那他们是肯定不会替你调整这些合作方案的 你唯一能够希望的就是他们有做联盟行销 然后透过联盟行销和他们合作 所以第一步的重点就是要找和你同样量级的商家来合作 找到适合合作的商家过后 第二步呢就是和商家接洽 这就是给商家发email发简讯跟他们讲说 你有这个广告位置可以卖给他们嘛 那很多没有做过销售的人呢 都对这种贸贸然的跟商家发 给商家发email发简讯 所谓的co-calling call email link 都觉得很抗拒觉得很可怕 那我自己呢也是很不喜欢做co-email 或者是co-calling的 所以呢我会做的事情呢 就是不做co-email co-calling 什么意思呢 我的方法是在我和某个商家讨论合作之前呢 我都会确保我和他先建立一些关系 先他先认识我 我才开始卖他东西 具体做法呢 就是先send email给对方 提供对方一些价值 介绍我自己 然后之后才来和他谈生意 实际操作如下 第一步呢 我会去对方的网站上逛逛 了解对方的公司 了解对方的商品 第二步 我呢会寄一个email给对方 重点来了 在这个email当中 我会尽量提供一些价值 然后才介绍自己 怎么提供价值呢 比如说我是做电动滑板自媒体的 所以我对电动滑板的市场蛮了解的 我就会透过我这方面的专业给对方一些建议 你应该改一些什么东西啊 这个东西的定价如何啊 有时候呢 我是去对方的网站上逛逛逛的时候 发现有些连接出问题了 或者是有些笔物 我就写一个email告诉对方 那再通过这些email呢 告诉对方 我的部落客是这个 我是做这个网站的 让对方认识我 有时候呢 真的是找不到一个东西可以建议给对方 或给对方提供任何的价值 那我能做的也至少是 写一个email过去 拍一个对方的马屁 跟他们讲说 这个产品好棒啊 定价好好啊 类似类似这样子 目的呢 就是要让对方认识我 甚至就是目的呢 是要他 至少回复我一个email 跟我说一声谢谢 第三步 收到了那封谢谢的email过后呢 一两个星期过后 我就会在同一封email 回复对方 跟对方讨论合作的方案 这样子呢 目的呢 就是对方已经了解了 我是做 已经认识了 我是做什么自媒体的 也记得 我们之前还有 片面之的交情 这样子讲起话来 也比较简单 其实呢 我觉得这也是和 其他人交流 不变的逻辑 就是 有失于人之后 才有求于人 在你跟对方 索取一些价值之前 先提供对方一些价值 再来讲 讲我之前实际的操作例子 当我在为我的广告栏位 找第一个客人的时候 我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所以呢 我的做法是 我找到一个商家 跟他说 我可以给他一个月的免费广告 而作为交换 我希望他能够提供我 这个广告的点击率 跟他的转化率 商家自然很开心 有人替他免费打广告 而我呢 也蛮开心的 有人跟我讲说 我的广告的效果如何 而一个月的免费试用期 结束过后 我们双方都知道了 这个广告位置 替他卖出了多少产品 替他赚到了多少钱 那时候我们也知道了 这个广告栏位 其实是值得 他花多少钱来租的了 而且经过了一个月的合作 双方也有基本的信任 要谈继续合作 继续的收费 也就容易一点 所以重问一下 第一步呢 就是筛选商家 第二步呢 就是和商家 开始联系 第三步呢 自然呢 是和商家一起 制定一个双赢的合作策略 当一个商家知道 他可以通过 租你的广告栏位 赚100块 净利润的话 那他理应 就应该愿意花 99块9毛 在你的网站上面 打广告 当然这是开玩笑的 一个愉快的合作呢 当然就是长期的合作 所以在制定合作方案的时候 都应该是要注重在双赢 在这边提醒各位一下 在制作合作条件的时候 也别只想着价钱 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考虑的 比如说商家 如果在周转上面 是有问题的话 那可以讨论一下付款的时间 如果商家担心的是你无法提供他一个稳定的流量的话 那你可以向他保证某一定的流量 就是达到某个流量才收某个价位 如果商家是没有现金给你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跟他收免费的产品 来代替现金付款 如果商家真的没有办法给你任何免费产品 也没有办法给你现金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叫他反过来替你的网站打广告 也就是说从他的商品的链接连到你的网站上面 这样子的话呢 他不但能够提供你流量 也能够给你的SEO做一些价值 总之在协商的道理都是这样子 想一下对方能够给你什么价值 除了钱以外 有时候对方能够替你做一些事情 是对他们来讲是举手之劳 可是对你来讲说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销售我自己的自媒体得到的感悟跟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发现跟老板直接谈合作 比跟销售代理来谈合作来得愉快的太多了 老板尤其是中小公司的老板 往往都有决定的绝对的决定权 所以跟他们讲起生意 谈起生意来都愉快的多 他们也比较阿沙利 而你跟销售代理 我就遇过几个销售代理跟他们谈合作的时候 就发现他们心也很小 会跟你斤斤计较 鸡毛蒜皮的这样子的讨一些利益 最后有几个也被我直接炒鱿鱼中止合作 因为真的太烦了 但是这也不代表说跟销售代理 跟那些marketing manager打好关系不重要 我就曾经有过认识一个销售代理 从一间公司跳槽去另外一间公司 而他跳槽过去过后第一件做的事情呢 就是代表新的公司和我继续合作 这个也给我带来了不少的收益 那这时候呢 我就真正的体会人家所谓的人脉 就是且脉是什么意思 最后还有一个小贴士 如果你的自媒体是真的有影响力的 那当你在跟商家谈广告的时候 你就要提醒他们 你在替他们做的不只是导入流量给他们 而是你在用你的影响力 和你的自媒体的影响力 替他的公司跟产品背书 这也是为什么 有时候就算点击率不高 转化率不高 他们其实也是应该要继续的 持续的用高价的 在你的网站上面打广告 因为只有持续的在同一个地方打广告 这样子呢 才能够给你的读者一个熟悉感和信任感 让读者对他们的品牌有一定的信任 因为这是事实 所以说起来的时候也不用拍写 记得销售是开发价值 把好的产品介绍给你的读者 把好的客人介绍给你和你合作的商家 所以做起来的时候也要理直气壮 如果这支video对你有帮助的话 还请你介绍给其他正在做自媒体的朋友们 我们下集见